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人 哇 大叔 你刚这武剑也太厉害了吧 这样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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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武啊 我爹跟我说过 这看人好看的场子 一定要给赏 你当我是卖艺的 那不一样 大叔 你别不好意思 你收着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外面那位朋友出来吧 陆离 大叔 你别跟我客气 我看你穿的这衣服呀 跟我这低阶弟子服不一样 跟独名冲的高阶弟子服也不一样 一看啊 就是一届不入流的弟子 你说你年纪这么大也挺不容易的哦 是吧 陆离 我不认识你 我是柳梢 我是柳梢 弟子陆离 还有刚刚新加入的柳梢 拜见五阳侯 还请领主 原谅柳梢的五支 跪下 你 你是五阳侯 不是 他 我只是一个年纪很大 不入流的弟子罢了 我很不容易的 不是的 我错了 怎么早说 在五阳侯府 没有高阶低阶弟子服的人 还能有谁啊 我哪知道啊 再说了 你再怎么咕噜广闻 你总得听说过 灵主的刘光斩吧 刘光斩 刚刚那一下是刘光斩啊 你觉得刚刚那一剑 可配得上你这片金叶子 那可比金叶子之前多了 你能教我吗 你 你 你当真要学 当真 这就是刘光斩最简单的一招 学吧 主上你能不能慢一点儿 刚刚那个太快了都没学过 闭嘴吧 你别说话 主上 这弟子愚钝无知 怎么可能学得会您的刘光斩呢 您舅大人不计小人过 他知道错了 他真的知道错了 你当本侯说笑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是谁 外面群妖都是冲她来的 至于你 入府那日你独抗群妖 还曾侥幸打败熬狠 你们的来历没那么简单 主上 你肯定是认错了 我 我 现在给你一个任务 还有半个月就要正式考核 如果他没有学会这一招 你们二人一起离开侯府 还要领大不敬之罪 Gh 4 4 4 5 5 5 3 4